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人数不能让敌人知道 那么如果他知道我们就四百多人 那么他敌人呢更加仓化 他有几千人包围我们 在没有战斗以前 公共租界的英国军队两个军官过来 叫我们撤退 我们说不退 宁视不退 后来他就问 谁是率领这支部队的 他说团副谢金元 营长杨瑞福 然后多少人 当时我夫妻的那时候八百人 通过英国军官的这个讲话 后来才把这个话传出去 有八百人八百葬事 这411名官兵在与日军熬战 还有撤退的过程中牺牲了一百多人 其他的全部都撤退到了上海英租界 在电影里八百壮士在坚守四天四夜之后 奉命撤退到了租界 也就是他们的延长天堂 还受到了租界民众的热情欢迎 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那么这三百多名中国将士 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是安全脱险冲返战场 还是攻城身退回家当老百姓去了呢 这些想必是很多朋友更加关心的问题 那么今天咱们就用八百壮士里 一位普通小兵的真实经历 来给您讲一个令人叹息唏嘘的答案 要说小兵呢就是照片里的这位老人 他叫做田友收 是湖北赤壁人 1937年初不满20岁的田友收被抓了壮丁了 成为了湖北地方保安团的一名小兵 松户会战爆发之后 国民党正规军因为伤亡惨重 不得不从各支地方部队大量的补充兵源 而田友收呢就被补充到国民革命军 第88市吾尔斯坦来到了上海 刚到上海他所在的这支部队 就被选中去坚守四行仓库 之前都没有打过车 德鲁达就是个新兵嘛 那时候年轻嘛 那时候才二十来岁 听他讲 他说是一栋刚进口里头的 一栋三四层的洋楼 他是负责在三楼 他们是机枪连的嘛 在上面负责他们打 坚守的过程咱们就不细说了 电影里都有 不得不说呀 这田友收是一个命大的孩子 跟日本鬼子硬刚了四天四夜 先后有一百多位将士为国捐躯 而田友收呢 他竟然是毫发无损 接到撤退命令之后 田友收和战友们一起退到了 苏州河南岸的英国租界 据说英国方面曾经承诺 只要双方停火 英军就会护送这支孤军离开上海 回归大部队 可结果呢 等他们进入英租界之后 英国人不但拒绝让他们离开上海 在日本方面的施压之下 英军还解除了他们的武装 把几百人全部软禁在 焦州公园一带 后来被称为孤军营的 黄地当中 据田友收回忆 黄地上最初除了垃圾 什么都没有 英国人在黄地周围 拉起了一圈铁丝网 然后在里头啊 搭了大的小小几十个帐篷 这些连遮风避雨 都很难做到的帐篷 田友收和战友们 一住就是一年多 后来还是谢靳元团长 与英国方面反复交涉 租界当局才勉强 在孤军营里盖起了几栋平房 所幸的是上海各界民众 并没有忘记这些曾经舍身忘死 保卫国家的英雄 人们想尽办法 把各种各样的补给 送到了孤军营 帮助将士们渡过了难关 而将士们呢 也没有因为被软禁就自暴自弃 在形同监狱的孤军营里 他们每天和正规军一样 早起初操训练 另外军营里还建起了公务社 大家训练之余 学织布 织袜子 做肥皂 然后再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卖 换钱来养活自己 当然将士们做这一切的目的 那就是想要早日离开孤军营 离开上海 重返抗战前线 只可惜啊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 再也没能等到那样的一天 血战之后 八百壮士却沦为租界囚徒 忍辱四年 这支孤军又将等来怎样的命运转折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街说到血战四行仓库之后 田有收等退入租界的壮士们 被英军软离形同囚徒 为了能够活着离开租界 回归大部队 将士们不得不忍辱负重 艰难求生 这一忍四年时间就过去了 看到这很多朋友可能会很不理解 难道对这些英雄国民政府就睁眼不管吗 这期间呢 他们倒是接到过一道国民政府送来的命令 所有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官兵 全部都官升一级 比如说谢靳元就由中校团父升为上校团长 还得到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就连田有收这个新兵担子 也因此有了一个班长的头衔 可是对身陷牢笼当中的几百名将士来说 这样的头衔有什么用呢 田有收没上过学 没念过书 说不出什么大道理 这个农村孩子就相信一条 只要谢靳元 谢团长在 就一定能够带着大家伙回去 但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谢团长却在一场阴谋当中 被杀害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941年4月24日这天早上 谢靳元跟往常一样 指挥部下开始操练 突然从队列里冲出来 四个人二话不说拔出匕首 就朝谢靳元头上和胸口猛刺 猝不及防的谢靳元 甚至连句话都没有留下 就倒在血泊之中 当场弃绝神往 曾经生死与共的部下 为什么要刺杀谢团长呢 这个问题使学界至今说法不一 比较公认的看法是 这四个士兵已经被汪伟政府给收买了 我们知道大汉奸汪精卫 在1940年3月建立了汪伟政府 之后就四处收买有点名望的中国人 来给这个傀儡政权撑门面 知道八百壮士的处境之后呢 他就派另外一个大汉奸 陈公伯多次前往孤军营 想以高官后路诱向谢靳元 谢靳元不仅没有答应 还把陈公伯狠狠地痛骂了一顿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的话 那么汉奸们也就不客气了 于是汪伟政府就派出了几名特工 混进孤军营 用重金收买了四个队谢靳元 有怨言的士兵 进行了这次刺杀行动 可叹 可恨呢 因为年仅37岁 就冥满天下的抗战英雄 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 却倒在了自己人的刺杀之下 悲哀呀 悲哀呀 而群龙无首的壮士们 往后的路又该怎么走呢 大家伙心里就更没底了 一转眼大半年后过去 1941年12月7日 日军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对英美一宣战 大批驻上海的日军 就冲进了租界和孤军营 手无寸体的田友收和战友们 最终就这样成为了日军的俘虏 他们先是被关进了 南京的江苏省第一监狱 紧接着这三百人又被日本人分开 送去了比监狱更加可怕的地方 哪里呢 咱们还从田友收的角度出发 1942年底的一天 他和另外56名孤军营的战友 突然从监狱里被提了出来 日本人什么也没说 就把他们压上了一条 大轮船的底舱里边 除了这57名壮士呢 底舱里还塞了近千名 中国战俩和劳工 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去哪里 要去干什么 在不见天日的底舱里 他们每天就靠着一点发霉的高粱米 勉强地活下来 这个水都没有 只有来有美国职房给你 那个高粱米下有四 那么有一个人去买一十多个瓶 到去美国里下挑四了 把那个公司口气了 被人的鼻子就打鼻鼻子了 其实一枪就跳来黑底下 这个人死了 总之当年被奴隶贩子劫掠 贩卖到美洲的黑人奴隶 经历过什么 田友收他们也就经历过什么 在这期间有两名孤军营的战士 扛不住这样的折磨 死在了船上 尸体被日本人扔到了海里 而田友收呢很幸运 在海上飘了整整四个月之后 轮船总算是停了下来 田友收他们一下船 才惊讶地发现 他们来到了一个 跟中国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这里的海水很清澈 有茂密的热带丛林 银色的沙滩 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这是哪儿啊 日本人把他们送到 这么美的地方来 到底要干什么呢 后来他们才知道 这几个月 轮船是走了一万多公里 把他们送到了 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 而他们下船的这个地方 则是一个叫做 拉包尔的海边小城 拉包尔有着天堂般的美景 可是对于田友收 他们这一船中国人来说 这里是地狱的大门 怎么呢 原来太平洋战争一爆发呀 日军赶走了此前 驻扎在这里的澳大利亚军队 占领了拉包尔 按照日军大本营的计划 这里要成为日军继续南下 进攻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 得修建各种攻势和堡垒 而要大兴土木 自然离不开劳动力 而这正是田友收 他们远行万里 来到这里的原因 田友收和另外一百多名 中国战俘 被日军编为中国军人勤劳队 开始了地狱般的劳工生涯 他们的任务 就是用最原始的锄头等工具 挖各种用途的山洞和隧道 直到今天 拉包尔还随处可见 这些大大小小的山洞和隧道 总长度超过五百公里 到了太平洋战争后期 空拳的日军 经常要面对美军的狂轰烂炸 日军于是把野战医院 也搬到了地道里 而这么大的工程 也是靠田友收他们 一敲一敲挖出来的 一个小小的城市 andare来 一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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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向五岁 一三敲一敲一敲一敲 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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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所以这个岁 这是第二岁 第二岁 这个地方就是放个床 这是手术床 就在这个地方坐 在回忆录当中 田有兽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 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上工 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 一直干到伸手不见五指 实在没法干活了才能收工 中间大家只能吃一顿饭 吃的东西只有一样 那就是当地出产的番薯 还不管饱 顶多就是让你不被饿死 中国劳工为日军挖出了 能够逃命和治病的防空洞地下医院 可是他们自己要是受伤了生病了 就只能躺在那儿听天有命 驻岛日军最高长官还下令 无论是战俘还是劳工 但凡有受伤或者生病 三天以上不能工作的 一律被当场处死 照片当中的这个人名叫李维巡 也是被送到拉伯尔的八百壮士中的一员 在战后澳大利亚军事法庭的审判书中 李维巡这样回忆到 1943年1月 有十名中国军任勤劳队的战俘 因为身体极度虚弱 再也无法坚持重体力劳动 结果1月29号这天 其他战俘没有去挖地道 而是被迫挖了一个大坑 大坑刚一挖好 这十名还能说能动的中国战俘 就被日军扔进坑底 生生活埋了 而咱们的主角田有收 虽然同样受尽了饥饿和劳累的折磨 但是幸好没有生什么大病 更没有像战友那样被活埋 可是对田有收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幸运 因为活着的他们 还要经历比死亡更为可怕的事情 黎明到来之前 日军还将上演怎样的疯狂暴行 历经磨难之后 壮士们又会有怎样的人生结局 经典传奇继续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生命力极其顽强的田有收 在拉巴尔扛顾了饥饿 劳累疾病等一道道鬼门关 1942年年中 日军在中途岛和瓜岛两次大海战中 接连被美军击败 战军是每况愈下 1943年有11万日军 从各处撤退到拉巴尔 准备做最后的顽抗 见此行刑 美军没有强攻 而是切断了所有通往拉巴尔的攻击线 想要困死岛上的日军 按理说 日本鬼子要失败了 田有收和战友们的日子可就有盼头了 可是结果呢 他们此时却迎来了一生当中最黑暗 也最绝望的时刻 什么情况啊 画面当中这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田起武燕 是一名日本海军中尉 1943年底 田起武燕成了田有收 他们所在的中国军人勤劳队的监工 当时整个拉巴尔都失去了攻击 别说战俘和劳工就连 鬼子兵和中下级军官也都断了梁 大家只能靠挖野菜来冲击 一个个饿得不成人形 可是奇怪的是 慢慢的这个田起武燕和他的两个助手 好像不怕饿了 每天进进出出发号施令 还挺有劲儿 这是怎么回事呢 田有收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而同样奇怪的是 劳工队里先是有一个中国战俘神秘消失 活不见人死不见事 没几天一个新来的澳大利亚战俘也不见了 而两个人失踪之前呢 那都是被田起武燕给带走的 说到这儿 估计有观众已经态度了 没错 这两个失踪的战俘啊 就是被田起武燕他们吃了 当年拉布尔的日军里面 还有多少像田起武燕这样的食人恶魔 又有多少冤魂成为了他们的腹中之餐呢 根本无从统计 我们甚至很难想象 知道了此事之后的田有收内心 会是一种怎样的绝望 那么支撑他继续活下去的 除了要活着回家 不能葬身异国这个最朴素的心愿之外 还有一样东西 是什么呀 就是在孤军营的时候 上海民众为八百壮士铸造的谢靖元纪念账 他包括他的那个建立账上海一个洞 他这个同志呢 他钻了一个洞 那也是在新吉利亚那时候 从那个岛上那里 因为靠近海边水边嘛 他是这个戏在身上的 化掉了 跟田有收一样 在拉伯尔这座人间地狱忍受煎熬的 除了中国战俘和劳工 还有两千名当地的华侨 这些华侨大多于19世纪下半夜移民到这里 靠着中国人特有的勤劳和努力 在当地打下了一片天地 可惜日军南下太平洋 无情地打破了他们安定美好的生活 日本人一到 所有的华人就全部被送进了集中营 连孕妇和婴儿都不能幸免 在1944年11月11日 在这一条沉口中我生了 沉口中有三个门 所以如果一样崩溃 你能跑到另一路 日本人把我们放在这里 因为有一个河河 在那里 它还在流行 河河的河河 对 所以有超过800个中国人 在这里 沉口中有在那边 跟马愚府还 member 这两边的路子 在这边 是每个 Provins 或两遍 的产 serv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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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都是值得后人永远铭记的英雄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传奇和斗一号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你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新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